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要讨论这个手机的问题 老和尚常说 这个学佛是管用的 假如不管用 学他要做什么 因为佛是觉的意思 明白的意思 老和尚讲经常说 面对境界要清楚 手机就是我们一个境界 我们怎么用觉悟来面对他 包含我们家人 我们的学生 他现在也面临手机这个境界 那手机是不是佛法 我们会用他可以自立立他 自觉觉他 所以今天花一点时间 我们共同面对这个时代的问题 我这两天还看了 这个泰国这些公益短片里面 就有拍这个沉溺手机的问题 那老和尚也常常教导我们 一切不离因果 要解决问题 原因找到 佛陀讲经四十九年 从事上不离因果 两个字 从理上不离心性二字 教导我们 离忘归真 回归真心 离开忘心 那 老和尚在 澳洲也提过一个例子 因为参加和平会议 那大家都在讨论 怎么化解冲突 促进和平 这个公案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那老和尚说 冲突的根源在家庭 就把音药找到 才能对症下药 那我们听完这个故事了 那这个事例 我们听完不是只是解决 这个冲突问题 我们应该形成 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都能分析是因缘果来 所以为什么说佛法很管用 你能掌握一件事情的因缘果 你可以把这个因缘果 再运用到其他的事情上面 我们儒家也说要举意反三 要触类旁通 东方文明 尤其中华文明是强调物性 不是使记应配的 就像我们从事教育 孔子也提醒了 在礼记里面 记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 温故而知心 可以为师 所以我们所学的这些教理 我们能够活学活用 一个人面对事情 都不知道原因在哪 那他也会感觉 好像糊里糊涂的 那就变成打迷糊仗了 好 我也曾经跟大家有探讨过 比方说同修说 为什么 我面对一般的人都不容易生气 为什么就面对自己家里的人 很容易生气 那他可能这个 这个问号已经打了很多年了 那学佛就是学觉 要把原因找出来才对 原因不在外面 外面是个源 因缘果 生气是果 那遇到的人事是缘 因在自己的心地上 所以禅宗禅宗说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忍者心动 我们对一般的人 比较没有控制要求 对家里的人就比较强 你对一般的人沉见浅 对自己比较轻的人 弱的印象 深 沉见深 可能见到一个动作 你就联想到以前发生的事 就很会上火 所以老阿上常说 我们修行要练 不落印象 不分别 不执着 不容易吧 不落印象也挺然吧 难也得干 什么 落了这么多印象 那临终的时候 都会起现象 就被他带去投胎去了 现在脑子还清楚了 都会被这些弱的印象 控制住了 脾气都控制不了 临终心地更弱了 更做不了主了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这个沉迷网络的原因在哪里 我有看一个报导 是访问沉迷这些游戏网络的孩子 访问他们 我们 这个孔子的教诲 是忠述而易 夫子知道忠述而易 那我们想一想 这个忠述用在哪里 今天我们的孩子沉迷在网络 我们要不要用忠 用素 用忠是什么 白鹿洞四千五百年 挑了两句话 其实就是一句代表忠 一句代表素 你看白鹿洞书院 他总结我们要笃行的 三个大的纲 第一个是立身 怎么修身 第二个是处事 怎么处理事情 第三是接物 跟人相处来 带人接物 两句话 忠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孩子不会一下子变得沉迷 是不是我们当父母老师 也有互念的责任 我们遇到事的时候 是比较强去责怪 还是先反思 自己有没有责任 其实我们能不能把事情处理好 都跟我们的修养有关 跟我们心地的功夫有关 控制不住情绪 那要处理好事就比较困难 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 而佛门掌握情绪的方法 六度当中的忍入 忍入波罗蜜 诸位忍者 我们今天礼拜六 请问大家这个礼拜有没有发过火 这个礼拜战况如何 千万不能做把自己功德烧掉的事情 火烧功德里 那这个六度 我们讲忍入有六人 这个都要练的才能越练越俗 都是深处转熟 熟处转深 我们都一起情绪比较俗 慢慢要能提起正念 提起凡人 凡人 凡人 凡醒 这一件事 我有没有责任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度 这是凡人的部分 平常我们跟人家可能起点摩擦 因事相争 焉之非我之不是 须平心暗想 古人留了一句比较通俗的话 叫一个巴掌拍不响 半经八两 看到大家想念一句闽南话 不然我的嘴巴都有点 不习惯念闽南话 没有练习 这个也会成为习惯 半经八两 你看这个普通话跟敏南话的嘴型不太一样 你久了没念会生疏 所以你看古人这些话还是很传神吧 半经八两 才吵得起来 你说好 那都是对方错 我对 会变成什么情况 都是对方错 你对 你还没有指责别人 你就变圣人 有什么不好 给大家举例子 大顺 他都没错吧 他的父亲跟后母 很夸张啊 人伦 用这种态度对待孩子的 已经到了 极点的恶劣了 但是这个时候 大顺 没有觉得父母不对哦 还是觉得自己不对 他没有吃亏哦 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想不明白 不肯吃亏 不肯吃亏就忍不住这一口气了 就很容易情绪应对了 古人说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其实我们成年人都得自己体会到了 想明白了 才肯这么做 成年人很难被勉强 好 那我们是走修行的 我们得勉强自己去突破一些坏习惯 哪个坏习惯先突破呢 父母到现在还最不放心我们的那一个坏习惯 要改掉 不然我们的孝道也没有去实践了 你真的提起父母了 你要安他的心 一定先改那个他最不放心的那一点 我们常常说修行要真干 怎么体现出真 不自欺 从最难的那个开始下手 就不自欺了 都挑那个比较简单的 very easy的 这个就不是真干 干是一毫懈怠都没有 真是一毫志气没有 一毫夹杂也没有 我们夹杂妄念邪念 这个夹杂 很多没意义的事情 你看今天讲手机的 手机 让我们很多时间浪费掉了 那这个就是夹杂了 所以夏老说的 勿使一秒钟空过 勿使一句话空说 这个就是不夹杂 不懈怠 还有这个干字是 不自述 不给自己找借口 找台阶下 不能轻易犯过自己的错 要去面对 要去突破它 这是真干 那刚刚我们提到 面对境界 把原因找出来 那孩子们自己讲 他叙述一些生活的情境 当然 待会所叙述的 可能只是 一些情况 也不一定是全部的情况 问题是 我们当父母老师要教育孩子 礼记学迹一句很重要的话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 讨论这个都离不开礼记学迹 教也者 长善而救其师 那这个手机问题 就是要救他的师 知其心 然后可以救其师 孩子 孩子现在心 偏在哪 我们都不知道 那你都没有对症下药了 每个孩子的情况 不可能完全一样 连双胞胎都不可能完全一样 心理的状态都不一样 那有孩子讲了 学习压力很大 那我们想一想 一个人压力很大 想干什么 放松放松 找个快乐 或者抒发抒发 这个压力 那这同学说 见到父母就 功课学了没有 赶快去学 没有体会到孩子的学习压力很大 你先给一些温暖 给一些关系 对他来讲 也是被理解了 他的压力就会释放 那比方说 好不容易又把作业写完了 写完了 去看书 那孩子在面对家长的时候 他没感觉到放松 我自己回想 自己成长的过程 好像推开那个家门 都是放松的感觉 这是我自己的回想 我们家是三层楼 到一楼 好像今天有红豆汤 好像闻到味道 甚至于我母亲都是 晚上 隔个一段时间上来 要不要吃点东西 或者到十点多了 去睡觉 不要读了 不要读了 去睡觉 休息 休息 我们家都不是那种 各位 不是那种逼的 那种氛围 当然了 这里面有父母以身作者 他们不看电视 他们都是去读书 所以这个里面又牵扯到 以身作者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 他有压力 好像都没有人可以帮他解压 那他就去找手机了 可以看我想看的东西 但是现在重点来了 孩子想看什么 甚至我们说大人想看什么 现在我们都活在大数据里面 你喜欢看什么 他就一直给你送什么 除非我们水平很高 一看都是老和尚讲经 黄念老讲经 他就一直给你送这个 假如我们去找这个比较低级的快乐的话 现在有一个词 我也得跟得上时代 你们知道哪个词吗 叫多巴胺 这个词 我也是最近知道了 脑筋会多巴胺出来 科学家有一个实验 把电极放在老鼠的脑子里面 让他踩踏板 踏板一踩 就刺激他产生多巴胺 然后他就感觉快乐 这叫刺激 结果那个老鼠一分钟踩上百次 他就一直踩踩踩 他就觉得哎呀 刺激快乐 就踩到他力竭而往 没力气了 死掉了 我们现在孩子沉迷游戏 我在很多年前就看到报道 死在哪里 死在电动玩具上 猝死的 你看这个老鼠的实验 也在提醒人 而习惯成自然 他从小培养的兴趣是什么 他在谈古琴的话 那这些低级的东西不会吸引他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胎教的孩子 也有去到学校上课的 小朋友看那些漫画书 他不感兴趣 那个磁场不相应 内心很充实的人 他不会想去看那些低级的东西 就笑一笑什么意义都没有 我待会给大家举一个正面的例子 妈妈很用心教孩子 她的孩子都觉得那东西很无聊 她喜欢看历史故事 能思考其中的道理 所以现在想想 老儿像在讲经当中 讲到 真正的快乐 是由内而外的 这个对我们今天解决手机问题是很重要 会沉迷手机的 他人生一定很少尝到由内而外的快乐 因为他内心空虚就喜欢找这种外在的刺激 比方说天伦之乐 好多沉迷的人 都是没有家庭清情温暖 推开家门没有人在 就到电动玩具店去了 包含助人为乐 这个孩子常常到孤儿院去给这些孤儿送东西 去老人院 关怀老人 他所回馈给 这老人 回馈给他的这种感恩 小孩回馈给他的感谢 会让他感觉很有意义 所以古人讲这些都是从内而外的乐 父母既存 兄弟无故 天伦之乐 孟子这些话都能解决根本问题 经典是真人解决问题 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已经 最严重的是心理问题了 不是身体的问题 19世纪心脏病 20世纪癌症 21世纪忧郁症 第二 这个孟子是说 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那当然延伸开来 那就是助人 助人当中 以培养出人才 这个是最有意义的 你交出一个人才来 不只对他家庭有大利益 他以后在哪一个角色 甚至是做主管 做一方父母官 那有多少人要受益了 再来是良心的快乐 养不惠一天 福不作于人 眼睛是灵魂之窗 其实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快乐 看眼睛就知道了 而人是真有良心 人之出性本善 当一个人讲第一次谎话的时候 他的心是很不安的 当然唐眼事 他还得要找很多说法来掩盖 但慢慢慢慢的 他的眼神就会变了 他自己的心也会不安 那你说他会有畅快的喜悦吗 不会了 常常还得担心别人看到什么 那当然 我们也是成年才学圣教 很多道理我们不懂 以前也做错了 那了凡世讯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从前种种种 披露昨日 从后种种 披露今日生 这种养不愧于天 福不作于人 这有一种正气 你会感觉到身心的一种愉悦 它是从内而外出来的 人一定要先懂得自爱 才能爱人 所以这个不妄于很重要 不然很难真正快乐了 司马光先生说 平生所为之事 无有不可遇人者 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过这个日子 从前种种 必如昨日时 但从现在开始我要这样去做 人要自己 上了十几岁了 独立思考的人 很难被勉强 要自己感受到了 真的 我不顺着良心 我还有在父母面前一个样 背后一个样 真不痛坏 他真的感觉到了 人前人后不一样 自己也觉得不舒服 他就会去转变了 你看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坦荡了 你说我们怎么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无亮光 相应 所以这根本解决问题 是他有正确的人生目标 我们说立志很重要 他都是这种由内而外的喜悦 这也是他的追求 那他就不会搓头光阴 所以古人都提到了 凡为外所圣者被外在所诱惑了 结内不足 内在的定力修养不足 凡为邪所夺者 结证不足 我们被邪的邪恶的东西 控制住了 陷进去了 我们自己的正气 正念不足 你看跟医学一样 免疫系统太弱了 就会有病毒感染 其实病毒有没有 病毒本来就有 可是太弱了 所以就被他影响了 你正念强 这个社会虽然染污 但是他有判断力 他有定力 他知道 我自己是感觉 这个教育的实践因缘 真的差别太大 因为最近接触胎教的孩子 比较多 真的老上那一段话很精辟 这个教育 重视胎教出圣人 重视三岁以前教育出贤人 三岁以后交到君子 不错了 这个也是礼记学习里面讲的 当其可之未实 胎儿是纯净的 你给他什么讯息 他很容易就全副吸收了 所以胎教影响很大 你看慢慢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强了 因为贪欲越来越多了 因为贪欲越来越多了 长额有恃 贪欲变深了 那我自己 这个是成年才学佛 能够努力再努力 学个君子不错了 自己感觉特别强的是什么 你没学佛以前的染污 你要去除这些东西 好不容易啊 得要到死都不怕 就怕念头不对了 才能把它冲过去啊 那个财色名利这些诱惑 以前燃了 就好像那个墨汁 当滴下去了 你要再把这个墨汁 从水里清出来 那不知道要花多少倍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想想 自己修学辛苦啊 成年才学啊 你说你现在的孙子 你假如从胎教开始 那你的功德无量啊 人生有一个道义 就是自己走过的错路弯路啊 不要让后面的人再走 不管是我们的亲人 还是我们的学生啊 所以啊 为什么 因光祖是说 天下太平之根本 女人家抽之一大半 在怀中就受母亲影响了 最佳的教育是后啊 当然这观念也要对哦 我们听到说那个 有钱人家 也敢也听到说做胎教了 结果拿着古典音乐 绑在肚子上面 然后自己再打麻将 那这个叫做胎教 心念更强 这个都做 做在相上了 就好像我们学佛的说 口念弥陀 心善乱 嘴巴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向上了 这心善乱了 喊破喉咙也枉然了 好 哎呀这个时代啊 需要有圣贤的出师 所以这位当爸爸妈妈的人 当爸爸妈妈就是发大福利心的角色 英语人 我有时候讲课的时候 生女儿的举手 现场很多人举手 天下的安慰就细在你们的手上了 你们把女儿交好了 以后她会交出圣贤人 所以我看到这个女性 学历也很高 但是愿意做家庭主妇 我都对她肃然起敬 我现在出家来要合掌 对她肃然起敬 不用心惊 对她肃然起敬 没有在离心里 对她肃然起敬 好 这个印族啊 这些确实都是高瞻元族 好 好 那当然 我们在 在传播 在弘扬一些好的理念的时候 大家也要谨慎一点 就是出言顺人心 要考虑到现在的人 他的思想状态 因为他离古代 这些文化比较远 你要先考虑到他的接受度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时其可从 你看现在女众学历都蛮高的 我还看过报道说 基本上成绩比较好的 女生比男生还要多 女孩子也比较早熟 所以在学习阶段 女孩子学习的情况 也比男孩子好 因为在这些年 有学传统文化去弘扬女教 结果适得其反 的情况蛮严重的 比方说他就讲了 这个 生女孩子就拿一个瓦片 生男孩子的就拿玉 你说你现在讲这个给女孩子听 她听得舒不舒服 时代不一样了 你要了解人家听得了什么状态 我们不要学了传统文化都很不敏感 好心都干坏事 结果就有那个记者 就去拍这些讲女教的 就讲的比较 但现在人听得很反感了 拍了 然后又传上去 结果人家就一波打击传统文化下来 所以这个弘扬文化 孔子也是有在教导到 入境问俗 为什么要问俗 你要了解人家这一方的人心风俗的状态 你讲话才能拿捏好分寸 同样的 我们这个时代 离这个古代的一种背景 包含人的思想状况都不大同样 我觉得 人讲话不能观察别人的状况 还是自己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还是比较强势 希望人家赶快接受我对的想法 可能都有一点 爱你没商量 强迫中奖 所以我常常都跟 这些学传统文化的父母老师 尤其学很多年的 我都会说我们要总结总结 走过来的路 为什么 因为我接触到的 太多都是学传统话 七八年以上的 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 结果你父母老师太强迫了 他就反感 这个都不符合 这个都不符合 理济学济有传统的教育理念 导而扶迁 引导不是硬拉 抢而扶意 抢是鼓励 不是否定他 开而扶打 开是启发 不是一直灌输 人一强势 就会强迫别人要接受 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这些 我们都要观察得到自己的心 不然 传统话这么好 怎么我亲戚朋友都不接受 问题还要反求 一定自己性格里面 不符合传统文化的精神 虽然向上是在传播传统文化 但是心上跟传统文化不够相应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我浅词用具还是比较含蓄 我说不够相应 我没有说违背 这样讲违背 让人家听起来太难过了 东方讲话就是比较含蓄 不要太直 不要太冲 要委婉一点 但是你又不要讲到人家听不懂 你还是要讲明白的 好 那这个还讲到 女孩子不要从政 这一句话一出去 有些人听了都不高兴了 女孩子不应该出去从政 就应该相夫教职 更反感 你要去彰显 好好照顾下一代的重要性 那个价值才是家庭成败的关键 你要强化这些东西 他假如体会到了 他就接受了 而不是你那个言语 一下子就让他不能理解 尤其你看现在女生当官的不少 选立委的不少 好 那这个刚刚分析到了 他追求的是从内而外 而且是很久的快乐 别看一个当老师的人 一个学生本来不懂事 不好学 你教了他两年 他开始懂孝顺父母 而且也努力学习 你每每想到这个孩子 你都会很欣慰自己 从事教学工作 那种快乐是长久的 刺激的东西 它很短暂 而且 它刺激的强度 必须持续上升 不然他就不觉得快乐了 所以你看 吃东西的快乐 它会一直加高 你这些玩乐的吃鸡 你看滑手鸡的乐滑 你看本来滑到十二点 接着滑到一点 滑到两点就这样一直下去了 这些分析有我们得慎重对待 我们再看 就是说人不懂得节制的话 那就等着一句话叫乐极生悲了 你看以前皇帝的权力最大 后宫家里有三千 那他这种欲 一直加高一直加高 最后他一定是 身体一定是毁掉的 所以皇帝的寿命 那平均起来 那个数字可能差不多三十多四十来岁 出家高升平均岁数九十岁 所以这个是有法喜的喜悦 从内而外 他首先的受用就是长寿 人生有健康的身体 其他是零 身体是一 我们现在虽然是在讨论小孩 其实我们成年人 只要不能对这些手机问题 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出问题 好 这个眼睛跟肝 肝开窍于目 你常常看得太过了 那个肝一定是受水 长期的话 肝就会出毛病了 好 这个还有学生其实是反映 这个没有家庭的温暖 还有不喜欢读书 其实不喜欢读书 不见得他没有很好的潜力 才华 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一个人都有他很特殊的能力 你当老师能开发他呢 他可能就是那一行的佼佼者 我也有认识朋友 他做厨师 小时候玩 爱玩 到哪里玩呢 山水之间 后来还是田径选手 连跑步玩 爬山 后来学佛悟性很好 现在体制内那些 不代表悟性 那实际用备 他实际到了 他学这些悟性的东西 不见得比读博士的人差 我捐过读博士的人 他的学习已经是习惯 灌进去 灌进去 他不会感悟我 不会思考我 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谈话我们是谈法 应该会理得心安 领悟一些道理 应该是很放松 很乏喜的 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他们的眉头都会做起来 为什么呢 他们习惯记 然后就很想把我讲的话呢 都记起来 越听眉头皱越深 哪有可能飞那么多东西啊 但是事实上呢 你身心很放松 听听听 你真的听入行啊 要在适当的时候 在你 让你讲出来也不难 你看我们平常 有时间听老和尚讲情讲讲 我也不知道 我又没有实际用备他 跟大家交流的时候 谈到什么话题 老和尚那段话就出来了 刚刚老和尚的话 也好几段出来了 什么澳洲 和平会议啊 这些啊 那你说 有没有实际他 而且是领悟的 好 那这个 有些孩子就讲了 因为呢 他在这个体制内学习 都被人家 等于是 放流班啊 这些了 我觉得不应该取这些名字 不要乱贴标签 这样叫成见 好 我有听说一个学校 把学习成绩比较 差的班 定义叫自由班 好 这样挺好 那 他们就讲到了 他在 学习上 得不到认同感 没有那种成就感 认同感 结果他就在游戏里面 哇 你看 他打得很好 成绩很高的人 打得没他那么好 他在里面找 认同感 这个就代表什么呢 我们太少给予孩子跟学生一种 肯定 正向的回馈 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些现象 都提醒我们成人 我们现在要求 苛求的多 指责的多 肯定的少 以我自身来回想 我连大学联考 没考好 没考好 都是我爸爸来安慰我 没有 没有对我有指责 我印象中 比方说我一到四年级 成绩也都比较差 都十几名 二十来名 然后每一次还是 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拿成绩给爸爸看 爸爸看了 加油加油 就是在父母 他不会说把成绩看得这么重 但是他们喜欢读书 他有那种 以身作者的示范 慢慢养成习惯 因为每个孩子开窍的时间 不大一样 我开窍的 比较晚一点 大只鸡万鸡 这个又是我的老师给我的鼓励 不然因为我的姐姐都是全校第一名 压力很大的 我们当父母老师的不能太出心 要能体恤到孩子的心情 我感觉我们现在太出心 但是也不能怪 父母太出心 我们怪父母太出心了 我们素到不足 为什么 现在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有时候我们换个角度 你看现在当父母的 尤其你看当一个妈妈 照顾家已经很辛苦了 他还得出去赚钱 当我们能体恤到对方的不义 我们的言语就会让他感觉到 这样 我们老师能体恤到他当父母不义 你跟他沟通 他能感觉到 假如我们那个口吻就是 一开始就是对父母的要求 他听了一定会有压力 甚至会不舒服 所以这个言语的沟通 是每一个人人生 必要的修养 其实也都是我们心地的功夫 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面对手机问题 忠 行有不得返求助己 我也没有责任 恕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其实 连大人都控制不住了 那小孩呢 小孩本身的定力 普遍来讲 应该是比大人弱 他还在学习定力的过程 好 这具几个可能的原因 那进一步 这位忍者 你们假如在面对孩子这个问题 你有洞察到其他的因素 也请大家能反馈给承德 我们考虑这些面更深更广 可以提醒到现在的父母 甚至以后要当然父母的人 都能够提醒得到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处理问题 都会觉得比较辛苦 因为冰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我们察觉问题的敏锐度 比较不够 以前有一个 这个在好像在群书之药也有 扁鹊三兄弟 这个不只是学医 你看这些学问 我们举一反三 虽然他是讲医 扁鹊说他的医术最差 可是人家说 哇 那个绝症你都把它治好了 为什么你最差 他可能还要动刀 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人家觉得他医术很好 他说我的大哥医术最好 人家没有病 他都能够告诉人家怎么养生 所以他的名声出不了我们家 那他的二哥医术也很高 稍微有一点病症 他就能把他治好了 所以他的名声 不会出我们家这个巷子 那我都是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甚至我的名气才这么想 那同样的 我们能不能看一个人 或者一个家庭的问题 能够稍微有点情况就能洞察极先 那就很容易处理了 都已经养成习惯了 那处理当然是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现在 首先处理什么 处理自己 自爱 自己的这些毛病息息 赶快处理 拖越久越不好治 不静则退 学如逆水行作 不静则退了 所以佛法很强调 亲近心 心越亲近 越能洞察人世的状况 你心里很烦躁的时候 你很不容易洞察到自己 或者洞察到亲人的状况 我自己教学 我都很有体会 自己 就不说别的吧 你睡觉 睡得比较饱 跟睡不够的时候 那个整个洞察力就差很多 或者你烦躁 跟很清静的时候 那个差很多 好 所以我们也要不断提 提升自己的亲近心 来洞察问题 解决问题 先举一个正面的例子 这个是静于未发 这位预防法 那待会我们再探讨 发燃后静 他已经养成这个 成立手机游戏了 那怎么亡羊补牢 那古人说 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 发燃后再静止 汉格而不慎 汉格就是 但是他会抵触了 会抵抗了 那就比较辛苦了 当然你有菩萨士德 也是可以慢慢补救回来 有佛法就有办法 这个母亲有提到了 他自己呢 长子还在抢保之时 还抱在怀里 几个月大 他就知道 看过多的电视 对孩子有诸多不好的影响 我自己也是在 差不多二十六七年前 好像是看这个雷九南博士 当时候的书里面有提到 因为这些声光刺激 对幼儿正在发育的大脑不利 我当时是说 看电视 看这些声光刺激的东西 大脑是停顿的 不大会思考 所以看这些看多的人 就没有思考能力 大家现在去看看 现在一二十岁的人 眼睛没有神的很多 然后呢 专注力不足 眼睛闪烁 这个都跟 从小太多声光刺激会有关 造成孩子注意力不集中 焦躁不安 何容易冲动 大家有没有看 这个爸爸妈妈看不下去了 把孩子手机拿上来 拿起来 哇 谢斯底里也喊 我还听说那五岁的孩子 给他看好几年了 把他拿起来 五岁还是踢他爸爸 踢他妈妈 要抢那个手机 抢回来 中毒了 我们上一节课说 现在看手机的知识 跟当年吸鸦片的知识 差不了多少 我看放几张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工作人员 有准备照片 有准备照片吧 大家 大家看姿势一不一样 动作完全一样 好 我们看下一张 连膝盖的动作都一样 好 再看下一张 你看躺在床上的姿势都一样 下一张 你看八十岁老奶奶 哇 现在这个 从小到老 都中毒了 都上瘾了 下一张 这也挑的太多了 这是都一样 好 好 谢谢 这几张照片提醒我们 不要摆这些知识给孩子看 也不要给学生看 这个 会不好的影响会产生 哎呀 这一波挑战 比鸦片那个时候还难 所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想 面对现在的社会 不修行都不行 以前社会很单纯 你不修行还 很可能还无疾而终 也没造什么恶业 可是你看现在这个手机 你不修行 你顶不过它的诱惑 而且这个看电视 看这些 声光刺激的 不良的播放内容 可能会让孩子模仿 扭曲了孩子的价值观 我曾经听一个父亲 就是大人不能太初心 就是这样 他说他记忆当中 孩子一两岁的时候 看电视看到有人受伤了 他说他儿子流眼泪 哎呀 好可怜 后来过了两三年 他又不经意看到孩子在看电视 看那个战争片 他的孩子在那里喊 杀杀杀 把他吓到了 你看他孩子一两岁的时候 看到这种受伤都是流眼泪 你看才过了两三年 他这种电视的影响很大 所以孩子在幼儿阶段 平时我们在家里不看电视 只有回长辈家时 看些电视 那多时候 也是播放德语故事 或英国故事 不看电视 就念故事书 给孩子听 大家注意哦 念故事啊 那个 那个故事情节都是孩子自己去想象 去感受的 你看电视 他是 他那个脑的状况是 好像不怎么思考 你看 从小听说书啊 你看人那种 感悟力啦 或者反应就很好 很快 念故事给孩子看 或者到公园散步 玩耍 孩子也是要多动啊 他的发育会比较好 亲近大自然 我们也有老师啊 带这个青少年啊 都差不多18岁上下 也是玩电丸 结果把他们带到山林里面去 不玩了 山林当中的风景很好 很多新事物啊 他可以去观察 去领悟 而且一劳动 你在家里面都是山西产品啊 那个整个电磁波很厉害 他到山林里面去了 那他耕作一下 这接地气啊 接受到什么 天地父母的这个爱 感恩天地滋养万物 这个天地的无形的一种教化 所以 我看 到目前为止啊 可能有能力的 寒暑假要办办 借手机班 然后办在哪里呢 办在这个山林之间 效果会很好 我们之前也 这个 住在一位王老师的农场 有一些玩手机的孩子 去了改变也蛮大的 那刚刚也提到了 让孩子都去关心 这个社会比较 需要帮助的人 这对他们都 这个会 提起他们 由内而外的快乐 而且会感觉自己是有用的 自己能帮助他人 我们刚刚说很多人 就是找不到 自己的价值感 因为成绩 体制内的成绩不好 这常常被否定啊 比方说他培养 一些好的兴趣 厨艺啊 他可以给人家服务啊 开车开得很好啊 这都能 古代说 由于艺啊 礼乐色 玉 书 这个玉就是驾车嘛 还有很好的一些 艺术 书法 谈古情 这些 而且这些都可以 修养自己的 道德 定力 这里面也是快乐 哇 你看那个 我虽然不会弹 你看那个古情 一 一 听一下 那心就静下来 好 那这个 这个妈妈观察很细 2010年到2012年 智慧型手机爆发性成长 家族里的成年人 几乎以人手一击 学生因平时照顾幼小的孩子们生活很忙 手机对自己而言只有拨打和接听电话或简讯的功用 所以直至2015年记录孩子成长的相机坏了 才换成智慧型手机 平时照顾幼儿和指导较大的孩子们课业 他有几个孩子 学生鲜少有自己的时间 照顾几个孩子其实很不容易 稍有得控相当珍惜 就会看与传统文化或与佛法相关的书籍 手机放在固定的地方 不会随身带着 因此孩子没事 也不会去拿手机 这个就是一个身教的问题 所以孩子会乘以后 其中一个因素也是 我们自己成年人有没有 也是这样 有他心理的因素 也有可能我们这个缘 给他不好的带动 那我们要记住 本来手机是用来通话的 现在工人多了 结果我们变成陷在里面去了 所以变成我们用手机 也要拿捏得当 假如你可以现在不用手机 生活都正常 劝你还是别拿了 学老和尚 丢掉了 老和尚说 他最后用的就是打电话的 一年只用冲四次就好了 因为平常不用 有时候要打电话才用一下 再来 你的工作不忙 那你手机就放在固定的地方 你的工作假如很忙 那也要使用的时候 比方说紧急的试 可以直接打过来 不然你工作忙 有时候你的心就会细在这些事 你就死不死去看一下 你心完全没有办法定 我们已经遇到佛法了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此身不将精深度 更待何时度此身 这是太重大的事情 大家想一想 我们这个手机的使用不得当 你说我们的定力增加了吗 不可能 所以我现在也 固定 比方说一天看两次就好了 看的时候该处理的处理 有什么急事 再直接打就好了 假如你旁边还有 还有人服务的话 那你赶紧交代他 尤其你还是主管的话 你常常都在看手机 你不够定 主管最重要要做决策 所以你的脑筋要越清醒越好 越定越好 好 好 那这个每个人根据情况 就善用手机 但不要被他控制住了 好 这个陈德假如福报线前 不用手机了 我会把这份喜悦告诉大家 到时候 不要放兵炮 我好好积累福报 等待福报线前 好 那2018年 因为大孩子身上高年级 开始听英文有声书 所以会开始用妈妈的手机 查单字 这时候学生会在一旁 不定时看着 所以还是要陪伴 养成好的习惯 孩子只有查单字 或者查资料的时候 才拿得到手机 直到身上国中 就初中 同才与同年龄的 唐表兄弟姐妹 都有了自己的手机 孩子也开始对手机感兴趣 特别是家族聚会的时候 大人小孩 人手一击 我们的孩子会看着他们 玩游戏 有时也向他们借手机来 一起打游戏 这个回外婆家 这种情境 回家后 这个妈妈会 再向孩子们强调 不当使用手机 对学习的危害 所以就算孩子 对手机感兴趣 也不会吵着 要有自己的手机 平时用餐 我们会聊学习的感受 因为这个是一个家庭的 一种氛围 母亲也好学 父亲也好学 都谈谈彼此学的东西 还有谈一些生活上的趣事 或者讲一些因果故事 固定假日去爬山 所以他这个亲子关系很好 孩子就内心很充实 很健康 不会想要从外面去找吃鸡 然后亲近自然 或者回去陪伴老人 长辈 所以孩子自然就不会想要 想到要拿手机 现在老大已经读高中 因为学校上课需要 所以他有自己的手机 问他会不会想玩游戏 他回答 玩游戏挺无聊的 情愿看有兴趣的历史 或者科学知识影片 觉得要充实自己 比较有意义 常常是用手机 来背单字 或听英文杂志 辅助他学习 学生也常跟孩子们说 手机好好使用 手机是非常 powerful的工具 强大的工具 我最近看到英文 会比较敏锐一点 因为现在汉学院给我开出来 那我11月考雅思 不能有压力 有压力就是烦恼 转烦恼为菩提 现在要开始学习规划 人过了中秋还得学英文 这个叫不能挑境界 这个只要有需要 不能挑境界 好 所以这个手机 可以帮我们处理不少事 不当使用 成瘾了 就被手机绑架了 所以国中阶段的孩子 没有自己的手机 有时需要上传作业 也是用妈妈的账号上传 所以可以大概知道 孩子的学习状况 因为都是交作业 国小阶段的孩子 他现在孩子有高中 有国中 有国小 平时看到手机 不会想拿 偶尔外出旅游时 会问 是否可以拿 支具拍摄功能的旧手机拍照 因为这个没有 SIM卡 无法上网 回家后 拍照的手机 就会收起来 现今社会 几乎无法 避免小朋友 接触到 三西产品 如电视 电脑 平板 智慧型手机等 所以理济学济理 说到 静于未发之未愈 孩子小时候就尽量 不让他们有机会 接触三西的习惯 那最重要的是 父母要以身作者 当孩子没有 看到父母亲 在看电视 滑手机 很自然也不会 主动看电视 或滑手机 而且他们从小养成 读书 亲近大自然 关心老人 这些 习惯 那有正气 就能抵御这个邪气 好 那在 假如 我们现在已经 面对孩子 他沉迷了 那这个就是亡羊补牢 由未完以了 而 我们要去帮助孩子 我们要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身 我们现在面对孩子的问题 是我们的一个境界 是我们的依报 随着正报转 我们的心是正报 所以力士练心 经历这件事是练自己的心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 你要解决孩子这个问题 首先要有中树的心 你没有中的话 就一直在指责孩子 有可能他更 更在晚的时候 不让你看到 你心错了 这个境界不会转好 所以佛法讲的道理 是很彻底的 物本 心是根本 好 那我们谈到了 菩萨事德 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这是解决问题的四大原则 所以玩手机 我们要去解决 也是一样 随这个缘 妙用 妙在哪 妙在你不动情绪 妙在你反省自己 妙在你心里 都有念阿弥陀佛 你控制住你的情绪 你就会在孩子这件事当中 你自己提升 自受用 也帮助孩子 不沉迷 这是他的受用 所以心用对了 没有一件事是坏事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把问题提早浮现出来 并不一定是坏事 所以这个 妙在我们讲每一句话 要心平气和 你看都是心 心是真心就妙得起来 再来是 威仪注持有责得 就是以身作者 面对玩手机的问题 大人不玩了 而且我们刚刚说的 快乐 从外面来叫刺激 不要追求这样的快乐 这是比较低俗的 要追求从内而外的快乐 那这个父母要带头了 开始学习圣教 多到大自然去走一走 去静孝道 多关心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让他感受的乐 是从内而外出来的 好 再来第三 你有身教就有言教 柔和直指设身德 心平气和才能讲话 无量寿静说 和言碍语 对啊 他现在犯错了 你还是要和言 碍语 让他感觉你是为他好 你一带情绪了 他不容易感觉你为他好 他就只是感觉你的脾气而已 所以柔和直指 直指是很真诚 发自肺腑 真的为他好 不是说 你这么给我丢脸 不是讲那些话 第四是 普代众生受苦的 孩子 冰冻三尺 非日之寒 你要很有耐心的 陪伴他 慢慢的转变过来 像有一位老师 他就有提到 他的学生出现这个问题 他也很温柔的 问孩子 你现在读小学 什么最重要啊 你启发引导孩子去思考 去感受 学习最重要 那你看你这段时间 或这样玩 你看你成绩都退步了 你跟爸爸妈妈都很操心 就跟他聊 让他去感受自己的状态 还有青师合作 这个合力还是很重要 你爸爸妈妈认知对了 那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也不能宠 不然就会影响这个教育了 当然对于爷爷奶奶 变成我们 爸爸妈妈 面对自己的老人父母 你还是要有耐性 去跟他们沟通 所以有时候你要解决 孩子的问题 可能要牵扯到 很多你家庭的状况 都要耐性 都要柔和直子 都要威仪注持 以身作则 好 那我们 这个极乐式 在九月份 会有办 洪富人才的扎根办 父母的观念要好 包含一个团体道场 尤其是弘法的道场 都要有洪富人才 这个弘法 要经过很好的培训 有这个实用演讲述 内典讲座 包含以老和尚为榜样 来复奖 这个我们有请到 开启法师 来指导 开启法师跟随老和尚 时间很长 而且他复奖 都有持续下功夫 这个承德福报不够 不然应该去 参与课程学习 这个是 讲心理话 这个 真的是 要好好静下来 多向 这些前辈学习 他们 接触老和尚的时间 多早 从老和尚 身边学到很多 妹杆 这个用 闽南话 念比较有味道 就是一些窍门 妹杠 还有这个护法 护法 护得好 红法 到场就安定 所以护法人才也很重要 也有护法班 所以我们可以上 极乐式的网站 都有这些详细的说明 那护法班是我们张友恒教授 负责 张教授跟老和尚的时间也非常长 而且在极乐式呢 张教授也是负责群书制药课程 也讲了好多年 护法要学群书制药 所以请到张教授 他是很专攻 无量寿经跟群书制药 而且要护好法 一定要懂佛法 所以张教授的课里面 会有佛法与人生 佛法怎么学 怎么运用 还有群书制药的课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